美海军陆战队司令愿牺牲部队规模换着装备对付中国 美国军事媒体国防新闻周刊9日报道称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格此前在出席里根国防论坛时表示 为威慑中国 他愿意以缩减该军种种兵力为代价 来确保清醒两栖战舰建造计划能够获得足够资金 据报道 LAW战舰的尺寸和排水量指标要求适中 舰长最大不超过122米 满载排水量4000吨左右 至少能够运载75名陆战队员 舰体的运载甲板面积700平方米左右 文章称 在强调部队韧性和机动性的防区内力量等新作战概念中 美国海军陆战队除了要有武器和通讯设备外 还需要具备能在印太地区进行机动作战能力的海上载具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9日更新的项目报告显示 美军计划采购24至35艘轻型两栖战舰 要造新舰 预算有限 那么问题就来了 该在哪方面做出怎样的牺牲 在去年12月通过的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就已提到 目前总规模达18.6万人的海军陆战队将会裁军5000人 主要将会裁剪其中的重装甲部队 此外 伯格当天还提到 尽管美军仍需探索LAW的作战方式 但海军最高领导层可能会在两栖攻击舰和LAW之间进行权衡 并做出二选一 他们认为 在对华紧张局势继续升级升级的情况下 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必定会产生对大型两栖登陆舰的相应需求